当地时间的明天上午十点钟 朝韩双方将会在板门殿举行第九次将军级军事会谈 重点讨论在板门殿联合警备区试点解除武装 进而将整个非军事区打造成真正的和平地带 韩方将提议在板门殿裁剪双方的警备兵力 护撤步枪及重火器 允许人员自由往来于停战线的南北 那么只要朝方同意试点撤军有望在年内就启动